嗨各位 歡迎來收聽懷原的週間廢話時間 今天是10月13號早上 我要開始去上班了 現在是在河堤邊玩公司移動的路上 那我今天用的 如果你現在看我錄是錄正面的話 我現在用的是GoPro的Hero 9 搭配Media Mount 然後有在他的那個防空罩 所以我想順便測試一下這樣錄出來的效果 聲音效果如何 那對於一些那種道路的聲音跟一些雜音 其實也會跟著一起進去 那這小段有點有Flow啦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道路的聲音吧 好 那正式進入合體路段了 今天想要趁這個機會跟各位聊些東西啦 那如果效果好的話 我想以後可能 這會是我一個固定產出影片的方式吧 我也想做些東西 丟到YouTube上給大家參考 那趁我上班一些 通勤的時間 我想分享一些東西 尤其是在那種風和日麗 鳥羽花香 幹好像有點下雨的天氣 一直有毛毛雨滴在臉上 希望不是下雨吧 那個遠端的雲有點濃 但是它是一小塊一小塊的 所以不確定會不會下雨 早上忘記出門忘記看氣象預報 算了反正跟它堵了吧 如果真的下雨 我就打到請假回家 那這次GoPro9 剛好遇到一些問題 讓我有尋求原廠客服的協助 所以我想把這個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要不要買水貨的GoPro9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價錢好了 那水貨GoPro9多少錢 公司貨的GoPro9又要多少錢 好 那目前我看PC Home的價錢 給大家做參考 水貨的GoPro9大概是一萬七千塊 一六八零零之類的 大概是這個價錢 那公司貨的HERO8 大概是落到一萬二一萬三左右 有點貴 好 但 水貨 其實說難聽一點 其實也就是 總共 呃 原廠直接出了貨 不經過台灣代理山 那如果你有GoPro Plus的會員的話 用進來的價錢 大概是四百塊出頭每進 以現在的匯率換算 大概是一萬塊出頭一點點 所以整個價差大概就六千塊 這個價差其實差不多可以再買半台GoPro 所以就看你的風險承受度 跟你對GoPro的必要性 雖然我還蠻懷疑台灣GoPro會給什麼樣的服務 好 這是後面我要提到的部分 那GoPro服務 其實維修保固大概拆兩個類 一個就是它自己壞掉 像我這次的我的GoPro HERO9 就遇到了它自己壞掉的問題 欸 它用一用 它後螢幕壞掉了 我現在還可以錄 因為我現在是用手機控制它的設定 反正GoPro就是按那個Recording 它就開始錄 再一次Recording它就關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還好 如果你沒有很 特殊的 操作需求的話 其實單純開關錄影的部分 GoPro加 手機可以應付大部分的情況 那HERO9的運氣它是有前螢幕 所以它有一些東西還可以在前螢幕上面看到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缺點是有些重置的選項 還有一些比較細膩的選項 就沒有辦法透過後螢幕去操作 那如果真的發生問題 我也沒有辦法reset它 因為 reset的時候一定要在螢幕上去做一些操作 那這個如果沒有的話其實會蠻尷尬的 那 那 那我這個壞掉的情況 其實台灣代理山可能會願意換 因為畢竟代理山 的道義就是要處理這些 產品瑕疵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運氣不好好時不時賭到 那當然原產也是要處理啊 所以我跟原產客服詢問 它們也可以提供換貨的服務 那只是HERO9現在 原產也沒有維修零件 不是原產也沒有替換的 模組可以換 因為它現在大熱門 角度其實就會有一點一直往下降 因為我騎一下就要稍微調一下 可能要加一點那支滑的東西吧 好 好 我要講什麼 好 那 但是 GoPro你買原產跟賦產 其實 你其實就賭這一次 就是 保固有沒有那種正產瑕疵 因為大部分的GoPro 以我的經驗 死掉的情況都不是原產瑕疵 大概就是運動過程中 摔壞啊 什麼的 好 那這個部分 就不在保固範圍內了 就是你今天GoPro從腳踏車上摔下去 從摩托車上摔下去 從你的滑板上滾下去的時候 這個部分 你要 維修保固 好像 原產應該也不會理 呃 不見 好像那個代理產也不會理你 所以你多那七千塊 其實就是保什麼呢 就是保你 買回來不會新品不良 或是買回來不會有那種非人為的外山 造成的損害 但這個機率我覺得 痾痾痾痾痾 我是好時不時遇到一次啦 可是如果實際上來講的話 其實以現在產品而言 你買 你購買的通路會有七天的新品換貨嗎 痾 購買通路 都會有維修處理 所以並不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這一塊 但是 GoPro本身 不管你是買水貨 買公司貨 買代理商貨 Anyway 它其實只要你有序號 就可以去原產申請一個叫做 GoPro Plus 的服務 那GoPro Plus 它的說明裡面有提供一個就是 一年兩台的更換 這個帳號 你可以把十台機器 十個GoPro 然後 那這些GoPro Plus 一年有兩次 你可以把它 它是 No question 的 Service 就是你 發生什麼問題 它 二話不說 會換一台給你 但是 但是這有備註 第一個就是它會收費 HERO9 跟HERO8 我記得是99塊 美金 所以等於是花3000塊 去換一個良品 這個我覺得可以接受一萬多塊的東西 如果真的被你摔爛了 你摸摸鼻子花了3000塊 可以拿到另外一台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 大的問題 基本上只要五折 六折以下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接受的 但是 就怕這個但是 但是它有區域限制 很可惜的台灣不在這個區域 但是台灣最近的 台灣最新的日本有在這個區域 所以我的計畫是 如果真的有用到這個服務 我有註冊 我有用到這個服務 那 我可能就托我的日本朋友幫我代送 這是可以的 我會托 我就應該會托我在日本的朋友 那 這樣花花可能也差不多是半台的錢 可是總比整台壞掉 要 這麼一趟花一台整台的錢去處理好 那你也不會說 欸我GoPro甩浪 我就不用GoPro 我大概還是會買一台 因為GoPro對我來講 其實還蠻好用的 好 那GoPro Plus還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它買GoPro會比較便宜 那我算了一下 一萬多塊五千多嘛 GoPro Plus一年是三千塊錢 所以等於一年三千塊錢 讓你在買GoPro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折扣 那不管是GoPro還是它的配件 它都有些Discount 可是說實在的話 你大概也很少會去官網買那些配件 因為台灣買複產的其實都蠻便宜的 所以你最多就是買主機 那如果朋友要買的話你幫他買 的確會便宜一些 那反正它的什麼TES都內包 都把你處理好了 所以其實 你也不用擔心什麼逃漏稅的問題啦 它的ImportTES那些都是GoPro原產有Input 所以這個價錢其實已經包含了一些 稅金處理的部分了 你就只要給地址等收貨就好了 當然會比較久一點啦 你在台灣買PG0點下去 它就寄來了 你跟美國GoPro買 就是 要等它出貨 今天是毛毛雨的日子啦 討厭 還好啦 不嚇到我都可以接受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怎麼讓這個 夾得更緊一點 可能要找像是 機車函用的那種磨砂膏吧 他們有一種那種像 所作管用的那種 比較 增加主力的 趕快可以塗在這種結合面 讓它減少 好 那我之前有想過 讓我當初買 申請GoPro Plus 就是會為了那個 兩台 也是很大的誘因啦 然後它的免費空間 但是既然這兩台會有些限制的話 其實就變成說它 就看你的需求 當然你可以找朋友合啦 就等於是一個保險 就是 反正我 我兩台 然後我就找其他人 加我 反正那個也不影響 哇 這路面看起來才下過雨 應該是晚上 早上出門前應該有下吧 好 不過我的 騎的路線大逆關啦 所以 你看到我的臉應該都是一個剪影吧 這個 沒有HDR 錄影HDR 結果太拼了 可是我對GoPro一些 目前已知的維修啦 處理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想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GoPro怎麼去申請 保固啊 這個應該也是蠻多人 很care 就是 好 讓我GoPro今天出問題了 我怎麼處理 那首先我這個 目前沒有遇到摔壞啦 因為我 機器其實 使用還蠻light 蠻light的 我沒有真的就是會從 什麼地方飛下去 什麼地方噴出去 然後摔到爛掉 這個 我還沒有遇到 對目前我還沒有遇到這個case 那 我下一個情況會是 我想一下噢 那我現在遇到的case就是 就是 產品用了大概 一兩個禮拜 好壞掉了 在保固內 應該在保固內 那我現在去請他們的保固 首先 GoPro的 GoPro沒有電子郵件的客服 他們有 可是他們的第一個看內框口 不會是電子郵件 所以那個時候想說 欸我的 在他們填了技術支援單 他們有一個chart跟call 是指之後的進一步動作嗎 沒有 就是二選一 你一定要chart或call 就是你這兩個選項沒有選的話 你等於是沒有填這個技術支援 所以你一定要二選一 你要嘛就是你要跟他線上溝通 你要嘛就是要請他打電話給你 兩個跳一個 讓我前兩天干事的時候 發現一直搞不通 後來發現一個訣竅就是 第一點 我預設的區域是台灣 好 這個死定了 沒有客服 那個線上客服是空的 no agent 你就會一直看到no agent 那個訊息噴出來 直到我在晚上 把區域切到了美國 OK 一點就出來了 代表在美國是有客服服務的 所以他不會跟你講說 你在哪一個區域有客服服務 他看起來是擺那個國家區域選項 所以如果你傻傻的一直在那邊試 試到都是no agent 那你就代表 你太天真了 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那個 requestment的服務之類的 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搞你 所以我 突然想到 那我就 因為我剛好是晚上嗎 想說欸 他跟我說現在不是的 business hour 好 那我就切到 美國區域 一點 馬上就有 chart四川跑出來 就可以跟他線上去chart 那基本上你就是跟他狀況描述 誒我的什麼問題 然後他會假裝很有同理心的跟你說 誒誒看起來真倒楣 這很奇怪對不對 好 然後他會叫你做一些try 就是 故障排除 那因為我本身是 維修出征 客服 現任客服 那這些try error的東西 我很熟 所以我已經先跑過一輪了 我就跟他說 我已經先試過reset了 我也更改過氛圍 我也先去重新刷過了氛圍 那我就不相信你還可以叫我在做什麼 如果有什麼秘技的話 趕快跟我講 那般的話 我就認為是硬體的問題 好 然後就說OKOK 那你都做完好 那就是 那你 神情 阿妹 那他有跟我講一件事 就是我的GoPro是 現在GoPro很熱 熱到他們出貨都出不了 所以他們也沒有庫存的維修品 可以換給我 維修良品可以換給我 就是說他們現在GoPro 基本上 缺 缺到出貨都 新品出貨都沒有了 怎麼可能會有維修品給我呢 有維修品也是單成良品出貨啦 那這種情況下就是說 那你就要等 我說好啊 反正有問題嗎 我就等 反正我還有HERO8 No problem 我等 也對啦 也快到那個 年底的那個 shopping季了 啊 HERO9才出嘛 所以他一定 一定是 賣到翻過去 因為雖然網路上一票的人罵 HERO9 跟HERO8差異不大 啊 HERO9變胖變重 功能 UI設定 他拿掉一些東西 那跟你說啦 人類就是真香 罵歸罵 該買來自買 到時候看Youtube 一定有一堆人用HERO9在拍 跟你講 這種東西 啊 要拍影片 一定要挑一些負面的東西跟你講 你才會去看 他用到時候還是跟你用HERO9 為什麼 新啊 最新的東西 用起來 就是爽 好 就這樣 反正我先跟他拿到RMA的那個 資訊 然後 正常流程就是我先把東西寄回去 他們檢查 確認 確實有問題 他們檢查過 他們會把東西 換良品再寄回來給我 理論上 當然他就是要 集一張照片 是你確實擁有這台機器 就是你的那個照片 跟序號的記錄 雖然我有把機器在我的帳號 但是他還是希望看到 屍體的照片 這樣會給你一個 上傳的連結 讓你把東西寄回去 讓你卻 上傳一張你拍的照片 證明說你確實是這個的 擁有者 好 這是第一個 看 這邊還有點下雨 好吧 慢慢騎 地板好濕啊 好 那第二個 這個就是他會叫你 填你的郵遞地址 還有給你一個 就一樣 就是SHIPPING的資訊 你要寄到哪裡 寄給誰 他會叫你填寫 好 那這個停完之後 就等他 來信 提供那些RMA的一些資訊 跟 寄回去的一些資訊 他應該也是透過UPS之類的 好 那這部分就要看 到時候要怎麼處理 到底是不是我付費劑呢 還是怎樣 以UPS的公司 他們應該都是屬於一個 大型的承包 就是 他們這種 他們這種大量客戶 應該都是 簽 簽 簽那個 簽約 所以應該是 他們會來收 他們會跟UPS聯絡好來收吧 應該吧 不知道我要拿到的東西才知道 但是 如果我給他們拿回去 大概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再拿到我的機器 因為 不確定什麼時候 他們那個會好 會有貨 不過 早點處理完 我也早點安心 雖然還算堪用 有可惜這media mount 那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 等我的替換的HERO9出來 好 但 前面在聊完這些維修 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之後 我在想跟各位聊 就是 到底有沒有價值買HERO9 首先我跟你說 HERO9基本上就是威力加強版的HERO8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進步 除了那個前面螢幕 沒有一個很 revolution的進步 除了前面螢幕 跟可替換的鏡頭蓋之外 其他的東西 都是HERO8的升級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這個蛋是很討厭 但是他也有一些 跟HERO8 互補的地方 好 差點很順的騎過去了 我這邊要過橋 好 什麼地方呢 就是 首先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它迅航力變久了 HERO8大概一個小時出頭 或一個半小時 那HERO9現在 根據網友的實測 大概可以到兩個小時 就是我可以持續拍拍接近兩個小時 但以我的需求 我大概是拿來單行車記錄器的情況下 當然越久是越好 那我也不用擔心什麼充電的問題 所以這次HERO9 蠻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第一點它續航力變強 但是續航力變強 最大的 呃 伴隨來的缺點就是 哇 厚人打謊 那個 續航力變強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電池長跟電池都換 什麼意思呢 就是HERO8跟HERO9的電池是不同用的 如果 如果你之前有用HERO8的話 你就要想一下 我的需求這個有沒有必要更換 因為我的電池都要重新再買過 如果你手在已經有 五六顆 HERO8的電池 然後你有一些 HERO8的充電器 之類的 這些都要重新來 那你有些什麼電池蒼蓋 來啦 像這個Media Mount 因為機體大小尺寸都不一樣 所以都要重新買過 所以不是簡單的 欸我換上去就好 它是 就是 要替換的 哇 橋上面風好大 那再來 再來什麼呢 再來那個前螢幕 之前HERO8要出這個 Extreme Mode 就是 可以讓你直接 用自拍的方式看到自己 那HERO9學乖了 它就內建了 它內建了一個小的前螢幕 在正面 跟 大家 地線壓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還不錯啦 就是 像我現在一邊騎一邊路 我可以隨時知道說 我的那個相機有沒有跑掉 角度有沒有偏 我可以及時的糾正回來 那我也可以看到一些像是錄影時間啦 趕快下去 根據流體力學啦 那 越高空的地方 風速會越高 因為 靠近網壁的部分 就是靠近地球表面部分 會因為摩擦 空氣跟空氣摩擦率的關係 讓那個 風速變慢 因為跟地面摩擦 可是當你離開地面越高的時候 你的那個摩擦就會越上 你的風速就會越快 然後地球轉動的可視力影響也會越大 大概吧 五幕系的 好 當然 GoPro9的那個前螢幕是真的很方便 它可以讓你其實看到你現在的樣子 就是我現在 欸 我在 後圖有沒有在畫面的正中間 或是在畫面裡面 你不會拍拍發現 欸我幹我人怎麼被切到了 因為你要 你要蠻抓那個鏡頭紙的方向 其實是有一點點 難度的 尤其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沒有辦法其實看你現在的狀態 那雖然 那這個情況下我不需要一個高解析度的螢幕 我只需要這個螢幕的那個 可以給我一個大概的構圖就好了 再來其他都有啊 什麼電量錄影時間指示啊 這個其實一般都有 那我現在已經錄二十五分鐘了啦 那電池還有超過一半 所以這個前螢幕看起來 耗電量沒有想像都很大 我本來我以為我這樣一直開著前螢幕錄影 其實 錄影時間會縮減的很快 不過看起來還好 那整個畫面的延遲也沒有到很嚴重 所以 還OK 以一個拿來做確認的螢幕而言 我覺得它還算秤值 其實今天應該是不騎車啦 因為今天的路面情況實在是不好 濕滑濕滑 然後 越到板橋這邊風吹出來就飄著細細的小雨啊 不要問我小雨是誰啊 為什麼那麼輕可以在空中飄啊 小雨就是雨嘛 那 希望沒有泥巴被吹再來吧 應該沒有吧 我畢竟還是有鑽板 我畢竟還是有鑽板 前螢幕講完了 那 Pure9的那個鏡頭蓋改成可以移除的 它就是可以轉下來 所以如果今天摔爆了那個鏡頭蓋 沒關係 買一個換上去 原廠有賣 然後它沒有出副產的鏡頭蓋 它是有帶UV啊 帶 ND啊 帶PLC啊 偏光啊什麼的 所以 PLC可能不會是這種鎖上去的 PLC可能是另外外掛的吧 因為你要轉 CPL啦 抱歉 CPL的鏡頭 那這些如果你是真的有在戶外熱血拍照 熱血攝影的人一定有需要 因為像 光線太強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ND把光線剪光一點 這樣你的Flame數會比較正常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照那種 有強烈光線從上方或側面打下來的時候 像大太陽底下 你用CPL去把特定角度的光擋掉一些 會讓你的 像天空變得更藍 水面會 水面的倒影會變得比較少 這些的 那UV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會打掉一些可見光 非可見光 讓你的 我不知道 摆不下去了 靜光量可能小一點嗎 那我這種ND就好了 Anyway 那其實最大好處就是摔啦 因為GoPro就是拿來摔的嘛 那我摔我就買Sony的ZB1啦 GoPro一定就是讓你掛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什麼腳踏車手把 腳踏車尾巴 摩托車 汽車外面 啊 就是因為挑戰這種極限 所以GoPro你就會把它翻來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難免會有些意外 像雷產出車或你GoPro出去摔到 好 那你殼那些刮花就算 這是勝利的傷痕 可是你功能性的東西不能爛啊 所以前鏡頭是最重要的 那你出門多帶個前鏡頭 按就算你後面的操控面板刮花 像我這樣的後螢幕不能用 沒關係 只要那個錄影按鈕按的下去 我就可以拍影片 所以前鏡頭之前 HERO8做成一提示 其實還蠻多User罵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擔心說 啊我這台GoPro帶出去 我是不是變得要很 小心的照顧它 那我今天真的很 極端的情況下 我把前鏡頭的玻璃砸破了 砸裂了 那我這台GoPro是不是就廢了 我就不能錄了 像我現在胸口這一顆一樣 我如果今天 出 趴摔 摔車 機器飛出去 讓前鏡頭刮花 我又不能拋回一個新的鏡頭上去 然後把它 繼續拍 我就必須送回原廠去維修 這個對很多 認真拍片的人來講是很大麻煩 因為 像我這次的RMA 我預估 可能沒有個半個月 可能 甚至沒有一個月回不來 那當然是缺貨的問題 但是 如果 正常情況下 你這樣跑完 就是 我寄回去 它再寄回來給我 少說也是一個禮拜七條 甚至兩個禮拜 因為我寄回去 可能就一個禮拜 它寄過來再一個禮拜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那 這個情況下 我兩個禮拜這隻就廢掉了 我是怎樣 我再買一隻貓 那買一隻回來 這個修回來怎麼辦 便宜賣掉 對嗎 找自己麻煩 所以GoPro我覺得 就 看情況 你到底要不要 你到底要不要 那這個HERO9 的 更換 鏡頭蓋的設計 我覺得 對專業用途的使用者來講 會是蠻不錯的選擇 至少它就不用擔心 就是前面多了一個保護鏡 因為 如果你只是貼那種 什麼鏡片保護貼 那種東西 其實 還是有一定的機會 會磨到下面的鏡片 還是有一定的機會 手長會磨到下面的鏡片 但是 但是我看到有些 YouTube的反應說 欸 這個 外接式的鏡片 蓋 鏡頭蓋 會在某一些角度上 跟太陽光 有炫光 就是會有一些那個 光影跑出來 因為它的間距變大了 可能特殊角度進來的時候 可能特殊角度進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那個 那叫什麼 想像想像那個 倒影 不是 有一些偏 不是 我不知道那什麼光 有狀況發生 所以這是取捨啦 我是覺得這就是 構圖的一部分啦 但是我 但是有些人覺得 它是希望 最好不要有 當然理想狀況 當然是最好不要有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看你的取捨 因為你要前面再加一片 確實在某些情況下 會造成它 好煩啊 今天地板好濕啊 好像有一點點噴到我的褲子 雖然你會膽掉大部分的水啦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些從 邊邊噴上 邊邊噴出來的 噴到我的腳這邊 所以我現在覺得 腳這邊開始褲子濕濕的 沒有到濕透啦 就是有一點點水氣啊 很討厭 這是HERO9的我一些想法 好 那軟體的部分我覺得大同小異 那我沒有做劇烈的跑步啊 什麼的 所以那個 Hyper Smooth 應該是Hyper Smooth吧 Hyper Smooth 3.0 我就覺得 2.0就蠻好 我覺得2.0 HERO8的2.0 是一個分水力啊 就是從 堪用到變可用 HERO8的那個Hyper Smooth 真的會讓你畫面 穩到覺得 你看得出那種 因為很早以前 像HERO7啊 以前 或是其他家雜拍的 攝影機 那個你在機車上 錄影的時候 抖到你那個 看不到東西 因為什麼東西都霧了 那HERO8開始 我覺得 就是像我現在 架在腳踏車上在拍 那個人啊 都很清楚 也不會有什麼 額外的一些 畫面 抖動啊 什麼的情況 它對於這種 劇烈的那種 震動畫面的底下 效果真的很好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HERO8之後 我會變成 Gopro的送食用戶的原因 那當然那個 大疆的 Osmos Action 它有那個 Rock Steady啊 也是很好的東西 可是Rock Steady的缺點 就是它開啟的時候 它的鏡頭的管腳 沒有Gopro來的管 因為Gopro我覺得 它原來用的鏡頭 就比 大家的再拐一點 所以它那個功能拆下來 它一樣有裁切 可是裁切完之後 剩下來的東西 還是比較多 這就是我覺得 Gopro比較 好的部分 因為其實 買運動攝影機 其實重點就是 整個畫面的 完整性 細節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再談 就是 我基本上我用運動攝影機拍 我拍的就是一個view 我不會去拍一個point 好 進板橋市區了 我脫離 和平自行車道了 所以摩托車的聲音 汽車摩托車的聲音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如果收音品質 開始變差的話 你就只能說抱歉 因為背景的噪音 確實比剛剛在騎自行車道的時候 多很多 那我用這個是指向性的麥克風 所以希望會比較好一點 它現在就是指到我的臉 然後 讓 HERO9還有一個被勾病的就是 它在最近幾次的分位更新 把USB的adapter 麥克風的adapter拿掉 變成說只能用它的Media Mount 這個對我來講是沒有差 這個對我來講是沒有差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那個 USBadapter 我有買Media Mount 因為我覺得Media Mount 比較棒 那就是多一個保護殼 那我也可以接受這種 比較肥大一點 大一圈的感覺 而且Media Mount 也讓你多了熱靴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用 那個無線 我有的 我用可以拿我的無線麥克風起來用的話 我也比較方便 這是為什麼我用Media Mount 但是有些 情況下 像是如果今天是 機車騎士要錄音 錄音 碗橋這邊的 河濱這一套的加油站 都會有那個 汽車停在路邊 其實真的很煩 因為那樣會整個擋到 你沒有擋 像這台就停得很中間 所以它左右都擋到了 所以變成說 我要嘛就是切到路上 要嘛就是切進加油站 才可以避開它 那我覺得這也是它 我都覺得很想檢舉它 說 欸 其實不是大家想做檢舉摩人 是 你真的造成別人的困擾 讓大家同流同力 啊 算他沒有騎腳踏車 沒有走 真心道的 他不會有同理心的 所謂同理心這件事情 是要建構在 你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你今天有騎腳踏車 今天有走在路上 你就會覺得說 欸 我不應該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但是很多人不care 同理心這種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有 因為他沒有在做這件事 他沒有作為行人的習慣 他沒有作為自行車騎士的習慣 啊 沒有爸媽 沒有兒子 沒有小朋友的 啊 不會有這種同理心的 這樣講有點過分 好繼續回到GoPro上面 GoPro Hero9的軟體的部分 我覺得 增加有限 除了那個 HyperSmooth 3.0 那我覺得這個是 Ru2M啦 有的話我覺得很不錯 但是如果沒有 但是Hero8 我覺得 也處於一個很堪用的狀態 啊 再來就是那個5K錄影 啊這個我用不到 其實 我的Hero8幾乎也都是在錄1080 為什麼 因為我要長時間 我很少錄那種 短片 就是一個setup的情形 一個setup的情形要錄 所以對我而言 5K的錄影時間太短 啊通常這種5K一錄下去 機器很快就過熱了 那對我來講1080可以錄長時間 60fps可以長時間錄影 所以我來講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還那麼care那個電池的續航力 因為如果你錄5K 那電池其實就還好 因為你都是一小段一小段在錄 而且這個錄下去 其實就是 錄完你其實就有時間去換那個電池 哎呀今天的錄又被擋住了 好我來騎另外一邊的合併自己車道吧 今天是飄著毛毛雨的日子啊 真是令人討厭啊 我要講幾次這個啊 還好沒有下大啦 下大我就刷賽了 我就 騎到這邊下大我覺得很尷尬 到底要繼續騎呢 還是打到回府呢 打到回府我就去預約Honda的機車保養 反正我也騎500多公里了 要換也是可以啦 所以對我來講 5K錄影是個 可有可無啦 我最多都用到 最多大概就用到2.7K 2.7K是翻邊我1080 60 或者2.7K有沒有辦法60 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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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5K 5K 5K 出頭 那這個10G的影片我還要找地方處理 可是要塞到 NAS 所以可能不重要的影片我會直接上傳到雲端 那最近我也在請朋友幫我扯備一顆 外接的SSD我要拿來剪片用 因為我發現雖然我的影片丟到 我的NAS 沒錯 我要在我的Local端剪片的時候 我的電腦的硬碟不夠 我都是那種512GB的SSD 其實還蠻值的 其實裡面本來的東西又吃很多 那這些片子丟進去剪 也又吃蠻多的空間 重點是我透過網路傳這些檔案 其實也蠻花時間的 我想說那我就抓一個USB的硬碟來做傳輸好了 那速度會快 明顯的快上不少才對 理論上啦 所以我在請朋友幫我拿一顆 10拳的P1000 這邊 因為它USB Port有反水 這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設計 因為其實很難預期你的USB水分解會在什麼情況 那我這個人基本上東西就是 碗包包丟 所以 我包包如果沒有反水 那哪天真的掉到水裡面去 我的外接硬碟有反水 那我只要把它拿起來吹乾就好了 我又不用擔心什麼損壞的問題 應該吧 好 43分鐘電池還剩 看不出來 3層嗎 它已經亮橘色的了 所以代表它電池的電量是比較弱的 那明顯有變短所以確實那個前螢幕看來的確會導致吃電池的比較兇一點 然後現在靠近亞同醫院那個雨又變大了 本來是一點點毛毛雨的現在變成持續性的毛毛雨 但是沒有到雨大到會把衣服弄濕啦 就是弄的 弄到全屍啦 所以我還覺得我還可以再拼一下 大概剩最後10分鐘左右的路了 讓我拼一下 拼到公司就安全啦 那照這樣看我可能晚上就是大家捷運回去了吧 Standby等紅綠燈 不想離路口太近 那回歸到一句 我們 快結束我們就要開始講結論吧 首先公司貨水貨 看你的承受度啦 我覺得 以我個人承受度而言我會買水貨 但是買水貨之前你要有心理準備 第一點 你維修會很花時間 因為你要跟國外的產商 國外的公司去溝通 你要有外語的溝通能力 講中文他們不會理你的 不一定會理你 那送修也是寄回去 那現在大部分的公司都會 如果你是直接從海外買的話 他都會自願 他肯寄海外 就是他肯收海外維修品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大家的 慣例習俗啦 就是 你不想收海外維修品 他只是會維修會比在台灣總經銷修 花時間 因為理想狀態 有問題拿去 他應該要很快的人 可以換一台給你 要不然他多收你這五千塊錢 到底是在收什麼 再來就是那個GoPro Plus GoPro Plus GoPro Plus 就比較微妙了 我沒有試過拿去別台機器 連線過啦 所以我不確定就是 我 註冊到一個帳號之後 我再去連別台會不會有問題 還是就一定要板在這個 帳號的APP下面 我沒有試過 所以我不確定 但是 一個人用不划算 除非你像我閒的沒事幹 或是我 我 預計會有好幾台GoPro 那理想狀況的話 就會是 幾個人share 就是我幾個朋友 大家一起來share 那個GoPro Plus的帳號 反正他一個帳號最多十個轉置 所以你大家三五好友 一人一台兩台的 其實一下就滿了 我覺得可能不一樣滑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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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越到公司雨下越大 那快進公司了 今天的錄影應該就到這邊 希望這次錄影出來的效果大家還滿意啦 既市區車就多很多 那個也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在有車跟沒車的時候的那個 錄音效果如何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